让我看看还有多少人不知道 其实在《波波波》生日当天 剧组还给别人过了生日 也算是我们很熟悉的五指老师 也就是这两个一起生日的冲击感 让我感受到了好大的不同 同样的剧组人员 但是真的会有几个人为你计时倒数过生日吗 就不说剧组人员了 就算是男女朋友 都有几个能够伦众的为你倒数计时的呀 让我感觉不同的 不是生日而是仪式感 忙着拍戏也不会忘记的仪式感 我之前说哥哥这一天 感觉上来说又皮又翘 但是就在他倒数前的这些话加在一起 你今儿过生日你知道吗 王一博生日快乐 王一博21岁 我们的蓝战今天21岁了 王一博生日快乐 感觉上来说不是他今天一定要惹波波 而是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对某个人的喜爱 明明是要等到倒数 但是却忍不住一次一次的喊生日快乐 感觉上来说 比自己过生日还要兴奋 所以说能让他兴奋的点到底是什么 因为哥哥的生日视频 视频很长就不全放了 但是有几个点一定要说 从拿到花开始 一次一次看向的位置 我们也知道是哥哥所站的位置 不管什么时候 他所心心念念的人都是他哥吧 对他如前 哥哥是真的很认真的 许了生日愿望的 一个认真的对待 但是却不能说出来的生日愿望 许了什么愿呢 没有 不说了吧 他一定是没有想到会有人问出这句话 没有 没有什么 你没有许愿吗 虽然磕磕绊绊的拒绝了 但是感觉眼神好像已经出卖了所有 从此 波波好像只有一个生日愿望 一个不能说出来 只能用眼神锁定着的生日愿望 有人吃吗 但我要给你切一半好不好 但是这句话却让我忍不住想 他是真的没说吗 生日蛋糕分你一半 像不像是愿望有你一半呀 我饿了 我真敢吃 好了你慢着 不是明天早上跑步吗 关于著名的八点半跑步跑 其实已经看过太多次了 现在最少也是12点多了 回去之后再收拾一下 也不知道几点能睡 所以八点半起来跑步 确实是很早 但是奈何 你明天几点开工 九点 我九点 奈何有一个小孩 九点钟就要开工 所以就算嘴上说着 八点半太早 最后还是选择早晨八点半 陪着你一起 八点半跑步 跑步跑步 反正我是不爱早起的 哪怕早起半小时我都难受 但是这句陪我一起 可能是早起的一种动力吧 不用谢 你开心就好啊 关于头盔这一段 太熟悉了 我也不想放了 我想来说一说 为什么认定了波波 现在用的头像 是哥哥送的头盔 头盔是在6月2号 罗西的主赛场第一次出现 预售时间应该要在7月份左右 才能开始 但是我们能够确定 这是18年的新款了吧 把波波的罗西同款头盔 其实是真的挺多的 为什么他会选择18年的这个头盔 作为头像这么多年 那就是21岁认定的事 到了81岁也会坚持吧 你们想没想过 8点半他俩去跑步 9点钟开工 9点半他发了这句话 认定的是什么 真的已经一目了眼了吧 我们下期见吧 老王 得云